在這個時候的龍隊是再度更換投手 改派左投手王輝舟上陣 今年是在二軍出賽的三場之後 再被拉上來 三壘方向劉建宏接得漂亮 上年基本上王輝舟的角色就是在中繼跟先發切換 這顆變化球相當犀利 134公里讓神奇回棒落空遭到三陣 面對王輝舟這顆變化球 感覺是有點滑球 我一半的時間都會稍微早一些 兩次輝姐姐我都一樣 最後的重心其實都有點從後腳移動到前腳去 只要身體沒有狀況 王輝舟絕對是目前國內首屈一直的左投手 是2.7左右 拉回來再次考慮劉基鴻 尖球喘球沒有問題抓到了李宗賢 所以12顆球在六局下半 王輝舟投出了三上三下 比數保持在7比0不方領先 兩到兩壞 這一個變化球王輝舟再換個空放 遭到陳志榮三陣 今天單場的第4K 八右三分之一局 這一棒打上了一個壘直接被籃下來 承起其身之後傳向一壘 沒有問題 不過 通過高果林 第一時間腳沒有留在壘包上 後來是用TIG的方式抓到出局數 都是中心兄弟的外籍投手 捷運球王抠中打 林俊軒已經掌握到肥磊的落點 往前進完成接殺 比賽結束 117球 陳志榮攪出了生涯第二場的頑頭頑風勝 帶領孤邦最終是以8比0 玩風的衛泉龍隊